大家好,这次我给大家讲一个大杯咒水结界感应的故事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大杯咒水 我们从网上可以找到一个制作大杯水的简单说明 一般来说,只要你能够自己持送大杯咒 那么制作大杯水就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用的水呢,最好是能够饮用的水 比如说矿泉水或者是冷开水,温开水都可以 那么,把水装入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像的面前 然后在心中观想 焚香礼佛 每礼一次要念一句宫请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慈悲护持 然后送持大悲咒二十一遍 念完以后,再礼佛三叩首 大杯水就算是制作完成 然后你可以用这水可以饮用,也可以用来撒净 也可以用来做饭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大杯水来饮用或者是做饭等 所以说,你在准备大杯水的时候,器皿一定要干净 水呢,也可以使用矿泉水或者是干净的自来水 那么这次的故事呢,名字叫做大杯咒水,结界感应 我们再来看结界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我们在百度百科里面可以很容易查到结界的说法 一般说来,结界就是人为的划出一定的界限 那么一般结界都是用于防御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各种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敌人,或者是我们看不见的各种非人 让他们拒绝他们进入某一个空间或者某一个区域 这就是所谓的结界 那么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和密宗里面呢 这个结界用的比较多 一般的结界呢,都是可以使用咒语加持一些东西 比如说水或者是白戒籽 也就是像芝麻这样的,这种小的种子 然后撒在地上,来作为像墙一样 画出某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就被称之为结界 好了,讲完这个背景之后 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 为了方便起见呢,我就使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 那么故事的原因呢,在于家里面六岁的孩子 右脚的脚踝以下不甚被开水烫伤 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 那么送他到广州的省人民医院烧伤科 要接受直皮治疗 那么接受直皮手术之前 需要有几天的消炎服药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根据医生的经验 这个时候的伤口呢,不应该有很大的疼痛感 但是孩子一直感到非常疼 特别是到了晚上,就疼得满床打滚 那么因为病房里面住了好几个病友 孩子这样哭闹,肯定会影响他人的休息 那么只能打止疼针 止疼针呢,有时候打的是杜隆钉 而杜隆钉呢,是一种麻醉剂 打得多了不仅有害 而且甚至还能够上瘾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担心 这样频繁的打止痛针 会对小孩造成不良的后果 特别到了晚上更是如此 那么有人说是因为小孩太溺哀了 平时都是让他奶奶来管的 奶奶比较疼爱,比较溺哀 但是到了晚上,小孩子喊疼 大哭,打滚的时候呢 他满头大汗,满床打滚 那么看起来又好像不是心理作用 好像这真的很疼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老一辈呢 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有家人住院的时候呢 会在病床的床单下面 放个红包 或者是放上几张写有辅助的黄纸 用这种方法呢 来求平安 可以不被那些我们看不见的精灵啊 各种非人啊 来扰乱 但我一直认为这样是迷信 所以说没有这样做 那么由于孩子这个表现呢 我就在想 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是不是真的有非人的干扰 我平时呢 是坚持在晚上 就是送咒和诗诗的 那么到了医院呢 也仍然坚持做诗诗 诗诗呢 也就是我要诵经 并且呢 用食物呢 撒在地上 然后回向给有缘的众生 前来使用 给他们也种下 佛法僧慈悲的种子 我还利用平时照顾孩子的间隙呢 还要读金刚经和地藏经 那么这几天呢 看到孩子一到晚上就这样哭闹 我就想 是不是应该使用大杯水进行结界 来防止非人 对孩子的影响 那么我用大杯水 结界的时候呢 我是左手拿了一个 橙子来水的纸杯 左手呢 结的是薄顶印 这个薄顶印非常简单 就是用拇指 和这个 就是用中指 弯曲 其他四个手指呢 就是很随便的 就可以拿着这个水杯就可以了 那么右手呢 我截的是薄手印 薄手印就是把十指 中指 小指 都弯曲 然后 用大拇指 压入他们以后 让无名指 伸出来 那么我在结界洒水的时候 就用这个伸出的 右手伸出来的这个无名指 呢 就用这种方式 我一手拿着纸杯里面盛的是自来水 然后念大杯洲七遍 念完之后 用右手的无名指 在纸杯里面沾水 然后撒在地上 边撒呢 我边要观想和回向 用这种方式呢 在病床和我们的这个病房的四周呢 进行结界 来排除非人的不良影响 那么 在整个住院的一个月时间里 我只做了这一遍 就是大杯水结界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我就是用普通的水 然后念了七遍大杯咒 然后 用手指沾着水 把水弹到地上 同时做观想 来进行结界 然后当天晚上 孩子就真的 没有哭痛了 睡得非常安稳 除了手术后的几天 是手术疼痛之外 那么直到出院 孩子一直都睡得很香 不用再打止痛针了 这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在我当时结界的时候 在我谈大杯水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时我还正在念大杯咒呢 孩子突然就从床上滚落下来 是六岁的孩子 他突然就从床掉下来了 好像有人把他从床上 给他推开一样 把其他的病人都吓了一跳 但实际上呢 孩子毫发未伤 简直就好像是 有非人感觉到 我要用大杯水结界 把他们排除在病房之外一样 然后 他很不情愿地 就从床上离开 或者说很不情愿地走的时候 就带了孩子一下 使得孩子掉地上了 但不管怎么说 在随后住院的时间里面 就是孩子再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苦闹了 故事讲完了 我们还会在以后 在还有更多的故事 给大家 现在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希望大家听了故事之后 能够增加对大杯咒的信心 平时多读诵大杯咒 愿您一切吉祥 请不吝点赞 订队